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 日本很多的民用大型企业都同时也是大的军工厂家 这个像日本的三菱啊 川崎重工啊 都是这 造潜艇 造航空母舰 现在呢 就是日本呢 决定说要采购一批这个EA18G 咆哮者 说为什么要采购这个 我前面就看一个新闻说 日本在2018年到2019年有可能达到100架F35B或F35A 怎么这么多啊 因为日本他要自己就买四五十架 然后这个另外再加上美国不属在日本呢 可不是嘛 加起来以后四代机就这么多 现在呢 有个人说这个 说美国卖给日本的这个EA18G 咆哮者会不会上航母啊 前不久我给大家讲过 在战争中说的里头 就说F35B 有可能上初云号和佳和号航空母舰 现在大家呢 就说啊 咆哮者会不会上 不会 为什么不会 从技术上来讲呢 是这样 就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十万吨 日本的初云和佳和不到两万五千吨啊 这个两万四千吨左右 马上再派水量 长度呢 美国那个350多米 他这个只有250米都不到啊 机库也没这么大 对不对 这个EA18G呢 它是蒸汽弹射 或者是电磁弹射起飞 然后阻拦锁降落 初云和佳和这两个都没有 没有蒸汽弹射器 也没有阻拦锁 加上这个EA18G它是三代机 改了之后也顶多算三代半 没有办法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 所以说上航空母舰 这是吹牛 我分析呢 日本买这个EA18G呢 它着实对抗中国的J20 俄罗斯特苏57和朝鲜的威胁 就是这三个目的啊 现在这个EA18G 有一架飞机 它那个飞行员坐舱 外边就像咱们那个汽车 驾驶员 司机 开车的这个地方 车门这个地方 涂着一架F22的一个飞机的标志 这个区域 只要是图上这个标志 就证明被它击落的 如果你是开车的话 你下次你在你那个车外头也喷上一个 就是撞了一个凯特拉克 图上一个凯特拉克 明儿撞一个马上拉第 图上一个马上拉第 就在车门外头这个地方图 说这个EA18G 它能把这个F22给打下来吗 打下来了 不是真的 是军事演习的时候 说军事演习的时候 怎么样就判断 它能够把F22给打下来呢 我记得原来F117服役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 80年代中后期 到90年代初期 F117第一次使用 是1989年 12月当时 这个突袭巴拿马的时候 第一次使用 大家都说这个隐身飞机呢 雷达是看不着的 我就从那个美国海军的 一个学术大学叫Presidence 我天天看那边 全英文的嘛 就美国海军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 美国空军F117 这个隐身战斗机 号称所有雷达都看不着 但是在我们提康多罗加级巡洋舰 这个雷达里头 清清楚楚的 一个飞机 从它起飞到它降落 空中所有的巡洞 我们看了都很清楚 没有问题呀 这就是问题所在 就美国自己的雷达能够看到 而别人的雷达也有可能看到 就是为什么 在什么时候能够看到 就是他们在演习的时候 这个演习时间 它是18期2008年服役 结果呢 服役了第二年 2009年 搞了一次军事演习 这个演习的过程当中 然后这个F22起飞 起飞以后 这个电子战飞机 负责寻找它 照说呢 应该F22起飞之后 隐身 自己不发射电子坡 然后这个EA18机呢 然后主动的搜索 开雷达以后 主动搜索在哪 结果呢 这个EA18机 它这个电子战飞机的战术 采取了它静默 我不发眼 我也不搜索 我主动雷达不开机 我被动 监控 看看你这个F22在哪里 F22这个飞行员说 这假 这个EA18机 它不是在找我 它说找不到我 还是懂了 它自己就把雷达打开了 打开以后 自己搜索目标 它自己搜索目标 EA18机电子战飞机 就接受到它的搜索目标 然后顺腾默挂 这F22就等于暴露了 顺腾默挂 进入到导弹射程 就是AIM120 AIM120能打100到110公里 就是中矩拦截弹 进入到中矩拦截弹的范围 马上火控雷达 锁定 锁定以后 F22这个座舱里边 看这警报 被锁定了 被锁定以后 下一个 一眼放上按钮 它就被打下来了 这是百分百的 我在20年前 我写的书里边 有一个局座定律 20年前 我的书里边 战争都没有多 值得定律 就是说 在新计划战争中 只要发现目标 就意味着打击目标 而打击目标 就意味着摧毁目标 你看 这基本上按我这个定律去弄 F22被发现 被对方的火控雷达 照射 追踪 后边就不用再 按那个发射按钮了 这个导演部裁判 这就算击落了 你看 我给你说了半天 他就等于这个A18G 很牛啊 很牛啊 这个A18G 是个什么样的飞机 它装的航空舰上 有什么好处 这个飞机本身 也就一般 因为就是 FA18 这是一个标准型的 20世纪80年代 搞的一个三代机 FA18 A B C D E F 现在美国在服役的是 E F 这两个改进型 这个飞机的特点是干什么呢 是能够进攻 对地打击 也能够进行空战 在20世纪80年代 90年代 2000年之前 美国的航空母舰上 装了一大堆飞机 比方说 要想对地 进行作战的时候 当时是A6和A7 A7是轻型攻击机 A6是重型攻击机 A6和A7 一个轻一个重 对地扔炸弹 这是对地打击 空战呢 F14 FA18 当时就负责 对空进行作战 电子战飞机 EA6B 另外还有反显机 S3呀 什么加油机 E2C呀 将近九个型号的飞机 2000年之前 一艘航空母舰上 八九十架飞机 其中有八到九个型号 现在呢 这个EA18G跑笑者 上了舰以后呢 就等于整个航空母舰上 就三个型号 哪三个型号呢 战斗攻击机 F18EF 四个中队 一个中队十二架 四乘一十二 四十八架 你看 都是一个型号 F18EF 大黄蜂 超级大黄蜂 啊 然后在F18EF 这个基础上 改进了 EA18G跑笑者 你看 这个飞机是一样的 平台是一样的 只不过上面带的东西不一样 你那个上面带着一堆导弹炸弹 我这个上面带的是 电子战吊舱 反复生导弹 啊 带的是这些东西 所以说呢 这就减少了飞机的型号 啊 其他的还有什么 E2C呀 预警机呀 还有这个直升机呀 人一共就三个型号 说原来八九个型号 缩减到三个型号 有什么好处啊 好处太多了 零部件可以互换呀 啊 对不对 这架五十多架 都是FA18EF 都是一个型号的飞机 那零部件 你去这个批量放就完了 维修人员 他就会修这个飞机的 这个地勤保障就行了 你否则 型号多了以后 你修不过来呀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特点 出行率高啊 对不对 啊 使用简单呀 说这个电子战飞机 一般要装什么东西 啊 进攻型的电子战装备 能够进行战役级的电子干扰 发射电子波 压制 进攻型的 这个主要是上面装三个电子战吊舱 一个翅膀一个 肚皮底下一个 你看着像导弹一样 像那个大炸弹一样 其实那不是炸弹 那里头都是电子战吊舱 哈哈 电子战吊舱 进行电子压制的 还有一个呢 是自卫性电子干扰装置 就是你导弹打到我的时候 我发射薄条 或者发射红外右耳 啊 这个 2月2号那一期 我给大家讲了这个F15 啊 野炎弧赛武装 把F15给打下来了 啊 F15就放 这个右耳 啊 红外右耳 然后把那个导弹向右离 你看这就是自卫的 第三个是什么呢 反复的导弹 我们平常听到的导弹呢 都是上面装火药 啊 一爆炸 几十公斤火药 一加的话 这个炸了之后 结果就把这个目标炸了 或者是几百公斤的炸药 把一段楼给炸了 这个上面 他主要是打雷达 装的火药很少 也就几十公斤 啊 像哈蒙导弹等等这个 哎 他主要是 打那个雷达站的 所以这个 咆哮者 合着他就不装那么多导弹 也不装炸弹 没有什么进攻能力啊 对不对 那别人要打他怎么办 你任何人不得近身 在你看到我之前 我先把你干掉了 这叫先敌发现 先敌进攻 所以说呢 这个 在这种飞机出作战的情况下 啊 A18G 它是非常厉害的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谁 把敌人的电子战飞机给打下来 把敌人的预警机给打下来 预警机上边一二十个人 也没有什么导弹啊 什么东西 他就打不着他 因为他离这战场很远 在你的武器射程之外 各网友大家好 小橘子们好 我们去做找中微信公众号 军品会商城 啊 给大家准备了一些 好东西 这是书 我写的书 可以给大家精神食量 另外还有保暖的石墨烯的背心 同时呢 我们现在还准备了一些喜鹊红酒 啊 这个酒我喝了五年了 所以说呢 推荐给大家 以往的作战 要进行战役剂的电子干扰 采取什么办法 地毯式轰炸 广众勃收 因为他不确切的知道你这个主要的战役进攻方向 你的指挥所呀 你的防空雷达呀 你的坦克装甲车辆啊 你的这个地面防空雷达呀 地面的防空导弹呀 不知道你的这个频率是多少 你不可能这么细 所以不知道是吧 我就从这个低频 到高频 到甚高频 所有的一直到红外 光谱 从电磁频谱的所有的频段 一直到光谱 全干扰 在我干活的时候 你们全闭嘴 但你有个问题 你干扰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也不能工作 你好多自己也瘫痪了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就基本上是这么一种概念 所以说这就是 战役级的 战术级的好办了 针对一个一个的去 去打 所以说这种 地毯式的轰炸 宁可错杀一千 不可放个一个 广众博收的这种办法 全频段干扰 这个呢 现在越来越淘汰 就是技术进步了嘛 不能再干这种事情了 所以是全面干扰这种 现在有点过失了 那现在采取什么呢 现在采取什么呢 就是说 比方说现在我们开会 我们今天要开一个秘密的会 保密的会 大家把手机 这个都关机 可能有的人他手机不关 这就放 放一个干扰机 大家买一个干扰机 把那个干扰机开开 你那个不关机的 你那个手机也没信号 这个东西奇怪了 大家平常经常碰到这事 说他怎么能干扰到我的手机呢 这就是定向干扰 不是全面干扰 这定向干扰 因为他都知道 大机上卖的 中国的制式的这些个手机 要么就是移动的 要么就是联通的 就是他那个频率 对不对 这个GSM 他那个频率都是公开的 针对你这个频率 我进行干扰 你就完了 就像我们收音机似的 我比较喜欢听103.9 国际台的新闻资讯 那好了 知道局座喜欢听103.9 我就专门针对103.9干扰 那那就是就要点对点 定向的 专门针对这个频率的 你就收不着了 所以这是个办法 但是你怎么知道 敌人的雷达战 他的频率是多少呢 啊 这就是要采取各种的办法 去诱惑他那个雷达开机 啊 然后开机之后 我抓住他的频率 然后再对他打击 1991年 1月17号 海门战争开始之前 有一个重要的战役行动 啊 这在史册上很少有人记得 啊 大家都注意那种 啊 这个 这个这个重大的一些作战行动 啊 呃 像这种电子战行动 大家不太认识 第一个行动叫白雪行动 雪花 白雪行动 就是在正式开战之前 先有这么几个小时的白雪行动 就是在主要进攻方向上 把伊拉克地面防空雷达 通信系统 啊 指挥所 所有的全给他干扰掉 干扰掉以后 下面就会出来了 F-17进入 F-17进入 就离着地面几百米 在那飞 扔炸弹 激光之达 扔炸弹 整个的巴卡达上 哇 炮火呀 导弹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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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枪啊 往天上射 就像放烟火似的 但是一架飞机 也打不着 他根本不知道飞机在哪 为什么 雷达已经瞎了 啊 这就是白雪行动 草原烈火行动 草原烈火行动 当时怎么回事呢 是卡加菲画了一道死亡线 这个死亡线距离 他这个海岸 是200海力 在自己的200海力之外 画一条线 圈起来说是自己的领海 这显然是错误的 违反国际罢的 美国说你这是胡闹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 这是公海呀 你怎么画起来当领海了 这是不行的 美国呢 就派了三个航母战斗群 说要进行军事演习 卡扎菲说 你要是敢闯过死亡线 那就是对利比亚开战 我就让你三个航母 有来无回 然后呢 美国三个航空母舰就来了 当时是第六舰队司令 开尔索上将 我记得这个人很清楚 因为我一直在研究他嘛 他就报李根 李根总统批准 就就就就开进来了 这个开尔索上将 指挥这场作战了以后 当了美国海军作战部长 就是美国司令嘛 美国海军司令嘛 然后开过来之后 利比亚马上起飞两架 战斗机去拦截 这边F14起飞 很快就把它干掉了 干掉以后美国就说 这可不是我先开战啊 是你先来拦截我 我帮你战斗机干掉了 美国的电子战飞机就编队 就侵入到利比亚的领空 就是沿海一线 就侵入过来了 侵入过来以后呢 这个利比亚的地面雷达就开机啊 定面的这个搜索雷达 警戒雷达地空雷达就开机 开机之后 EA6B电子战飞机 马上就捕获了它雷达的频率 这叫电子频谱 因为你开机了嘛 一开机就知道你的频率是多少了 那开机多长时间 不用长几秒钟就可以 把你的频率一获取 获取之后就输入到它那个 反辐射导弹的制导系统里头去了 这就可以针对性的 就像局座停103.9 他知道停103.9 他扑获这个信息之后 把这个信息给他进入他的干扰频段 一干扰你就听不见了 这是个道理 捕获你的电子频谱 把这个雷达的电子频谱 输入到反辐射导弹里头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发射反辐射导弹 以前越南战争的时候 反辐射导弹叫百蛇鸟 到了这个时候 1986年这个时候 就有了最先进的叫哈姆 反辐射导弹 然后116B就过来了 过来以后 他这个地空导弹雷达开机呢 一看好家 美国的飞机来了 马上就开始发射导弹 萨姆5导弹 萨姆5导弹能打几十公里 当时是中远程的导弹 萨姆5导弹 导弹就起飞了 起飞以后他那一释放干扰 导弹就没了 没了之后呢 这个反辐射导弹过来 要打雷达 利比亚这个防空部队 看到这个情况呢 集中升至 把电源关了 电源关了之后 那边这个反辐射导弹 这个哈姆反辐射导弹 已经发射出来了 一看这个地面雷达 失去信号 把电源关了 这个导弹智能化到什么程度 喷 打开降落伞 在空中停着了 悬停 打开降落伞 这个下边一看 这个导弹 应该没了 又把雷达开开开 一开机以后 复射信号出来了 出来以后 一家又被空中的 这个老鹰抓小军 让这个老鹰发现了 发现以后 那个伞的小雷管一爆炸 砰 把伞扔掉了 唰 一复冲 就把这边 这个雷达给干掉了 你看 所以说当时1986年 美国就干这个事情了 干这个事情了 所以说那一次呢 就是外科手术室的作战 搞得非常的成功 外科手术室作战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很厉害 你是个拳击手 你是个大胖子 我打不过你 打不过你 哎 那请你进来吧 那么小矮个儿 小护士 那就进来吧 你是拳王 你进来吧 拿个小针管 腿往身上打了一针 麻醉剂 这大胖子 唐哐哐哐哐 躺地下了 躺地下又过来 那外科医生来 拿小手术刀 衣服解开 开肠破肚 肠子肚子 心肝肺 给拎出来了 这就是动手术 外科手术 你是个拳击手 你很厉害 但是我给你麻醉以后 你啥也不知道 是不是 膝肺肺被摘了 所以说电子站 飞机 它是解决这个问题 下一步 有可能 以前我们讲了很多 你追前两年 我们讲的什么 无人机啊 无人汽车啊 讲了好多都实现了 我现在再给大家讲一个 下一步要搞的是啥呢 无人机风群 这个无人机风群 无人机可以 已经可以做到 非常非常小 像一拉罐那么小 然后呢 这个像 EA18G这种电子站飞机 它可以距离航空母舰 作战半径 一千公里 航空母舰在这 它一千公里 一千公里到了时候呢 它可以再发射一个无人机出去 无人机出去以后 也有可能走 几十公里 或者几百公里 这个无人机到了目标上空之后呢 就开始故意 扩充它的雷达反射面积 扩大 比方说放什么金属博条 或者干什么的 让地面的雷达发现 空中来了 打飞机了 然后就把雷达打开了 打开以后 获取你的电子频谱 获取你的电子频谱之后 直接就传输给母机 后边的这个 这个电子站飞机 然后 它就死了 无人机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过来 扩大我的空中的雷达反射面积 诱惑你的地面雷达开机 然后就死掉了 就怪头核这么大小 一个无人机就可一次性的 后边获取了电子频谱以后 就干什么 前面我给大家讲了 把这电子频谱 装到反复的导弹 也就把地面导弹 地面雷达给干掉了 你看 这是一种作样方式 第二种作样方式呢 一次性的 无人机 这一次呢 就跟上次那个空中院配合 现在不是已经知道了 你这个 啊 地面雷达的频率了吗 电子频不是知道了 知道了以后 我把它输在无人机里边 啊 无人机放出去之后 直接对地面雷达进行干扰 定向的 不是全面的广东勃收啊 什么地毯式轰炸 我针对你的频率进行干扰 就让你死掉 直接把眼睛 我看见你这个人了 直接把眼睛掏上来 你就其他后续的 你就看不见了 你就打不着了 对不对 再就是 无人机攻击 直接 直接放出一堆自杀式无人机 上面带炸药 直接就打那个雷达 那个雷达 你不需要很多的炸药 解功键就能把雷达干掉 对不对 关键是你要精确 于是网破 啊 自杀攻击 所以说下一步啊 这个无人机封群 啊 在这个电子站 反辅射攻击 充当诱饵 这方面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大家呢 对这个技术还是要 啊 要关注 要重视 好吧 今天节目就这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各网友大家好 小橘子们好 我们去做找中 微信公众号 军品会商城 啊 给大家准备了一些 好东西 这是书 我写的书 可以给大家精神食量 另外还有保暖的 石墨烯的背心 呃 同时呢 我们现在还准备了一些 喜鹊红酒 啊 这个酒我喝了五年了 所以说呢 推荐给大家